Hello 大家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家裡的四個新成員 是不是很驚訝呢? 應該大家都未必會猜到 因為我之前拍了他們的父母上IG 但是很多人一看到就INBOX告訴我 覺得很害怕 看到是尖叫了出來的 所以我就不敢再放這四個東西上IG 害怕嚇到大家了 在給大家看到他們的真身之前 我要事先聲明 他們是爬蟲類動物 如果大家真的很害怕這些動物 我現在可以給大家3秒速逃 3 2 1 就是他們了 這四隻小蜥蜴啊 好緊張 我也是第一次放了四隻在我的手上 好怕他們突然激動 就衝走了 不要動啊不要動 乖乖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 他們就是源自於澳洲的松絲蜥蜴 他們現在幾個月大 所以很小一顆 過了一兩年之後 變成成年蜥蜴蜴 那個身可以有手掌這麼長 還沒計算尾 如果計算尾 是真的可以有這麼長的 很厲害 為什麼突然會養他們呢 不是買回來的 而是我們有一個朋友 本身有兩隻大的 然後那兩隻大的 就生了一堆小寶寶 所以覺得很可愛 還有看到應該很容易養 就帶了回來養 就是這樣了 牠的長度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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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爬了在地上 牠剛才跌了在地上 很漂亮 哈哈 因為我可能養了牠們兩個星期 所以可能會 有些 新手的感覺 不太會控制 而且我們還沒真的熟落到 所以大家包容一下 乖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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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牠們四個都好像一樣樣 是不是以為牠們是沒有名字呢 其實不是 每一隻的性格和樣貌都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也幫牠們改名字 所以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首先這隻是體型最大的一隻 牠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會叫牠做大佬 但這隻大佬的性格一點都不大佬 因為牠是最怕青 最暗春的一隻 所以現在 就要小心地呵護牠一下 然後這隻第二大的 牠就是叫做 是不是很搞笑呢 因為牠的身體 比較多一些尖刺 而且牠的樣子 是比較 凶狠的 牠的頭上 是有點像 刀巴的狠 其實牠的性格是比較 比較狂奔 所以 就叫牠做恐龍仔 然後這兩隻 就要拿在一起說 因為我們稱牠們為 媽寶兄弟 因為這兩隻 是比較小的一隻 而且牠們都經常黏在一起 所以很搞笑 好像兩個媽寶兄弟 你看到牠們的顏色也有點不同 這隻就會呈現金色一點 所以我們就叫牠 金毛仔 而這隻呢 牠的性格是 這麼多隻 裡面比較溫和 溫馴的一隻 每次我抱起牠 牠都會很舒服地躲起來 好像很享受 然後 也是比較 定的一隻 但是這隻 我反而想不到 牠應該叫什麼名字好 大家覺得牠應該叫什麼名字好 你看看 牠們現在我摸牠 牠都躲起來了一隻眼 好像很舒服 好像摸狗仔 很可愛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 養牠們的工具和設施 究竟要怎樣 最重要當然是 養牠們的箱 這個箱就會有溫度調節功能 因為這些食液比較適合生長於 在三十多度的環境下 你看到箱裡面也是很簡單的 有一個木 本身還有一個石 給牠們捐進去 還有一個小水兜 下面就鋪了一層紙 讓牠們鋪了鋪鋪的時候 就可以換了一張紙 這兩隻就是Mabel兄弟 很搞笑的 牠們經常會在窗前看東西 我拿一隻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你平時看到那些色液 是不是會以為牠的身體會很硬 其實牠不是的 牠是很軟軟軟的 你看到我現在摸牠 牠的肚子都會有些擠出來 很可愛 是很動又動又動又的 而且牠的肚子是很冷的 因為我們的人身體會有溫度 牠們喜歡暖一點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這隻 都很喜歡抱著我的手指 那究竟鬆絲蜥蜴門是吃什麼呢 其實牠們主要是吃一些昆蟲 去到現在 養了牠們幾個星期 我都還未敢餵牠們吃東西 因為 真的是一隻蟲 很恐怖 但是牠們都會吃一些小食 例如一些菜花 或者水果都會吃 我現在可以餵一些西蘭花 給大家看 因為牠們今天 都還未吃東西 我相信牠們應該都會 蠻想吃這些菜花 你們想吃嗎? 蘋果啊 啊!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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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吧! 哎呀!吃啊! 可能太大塊了 抱歉 我剛剛看見是芹菜也可以 試試餵芹菜 給牠們吃不吃 芹菜? 不喜歡吃芹菜嗎? 很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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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吃了! 葉就吃了! 葉就吃了! 吃了! 吃了! 不吃! 多困難? 不吃! 都不吃! 算了! 晚點讓我爸爸媽媽回來餵昆蟲給牠們吃吧! 剛剛我家人為了牠們吃東西 現在休息了一會兒 就可以做一下一個活動 就是洗澡了! 我就把牠們放在這個洗澡兜兜上 其實也不算是洗澡的 純粹就是用水浸一浸 有空洗澡也可以幫助牠們的排泄 還有會有不同的好處 所以兩至三天就可以幫牠們洗澡 其實也不會放很多水 只是等牠們浸一下 喂! 不要踩住人家 喂!你踩住牠的頭啊! 你看牠們三個這樣搭在一起想怎樣 傻仔!傻仔! 剛才剛剛撞了屁股 給大家看看蜥蜴的屁股 通常牠們一洗澡就會撒很多屁股 而且我之前以為牠們的屁股不會臭 但誰知道原來都是臭的 好了!牠們剛剛洗完澡 也曬了一會兒太陽 現在牠們很搞笑 四個東西搭在一起 我想都累了 今天都玩了很久 這四個就是我家的新成員 希望你們會喜歡牠 和不會被牠嚇到 還有大家記得幫我想一下 那隻小粒應該叫什麼名號 那我就放回牠們進去 我們下次再見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不要走啊!不要打! 牠好像掉了我地上 嚇死我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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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